你是想让我们换律师 那二老如果真的想救清零 就必须得这么做 我怕清零的案子 您又再插手 清零可就要废了 顾小姐 你和悠悠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清楚了 我们之所以让你进门 完全是出于礼貌 你如果要再不走的话 好 我们就报警了 我能想到您又是怎么说我的 话不会好听 但您二老 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 凡事总要讲证据的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证据 我也不会在这儿乱讲话 清零的外快都在我这里 我替她保管的 这是其中一张卡的对账单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的 还有一些在我家里 这些东西总能说明 清零的钱花去哪里了吧 叔叔阿姨 据我所知 检察院到现在都没有说 清零到底犯的是什么罪 或许清零正等着我们去救她呢 那这些证据就是可以救她最好的武器了 那这些证据在这里 宁佑的律师为什么不做无罪辩护 您老老有没有想过 因为律师是宁佑的人 他们两个正在联手害您的儿子 只要是 又有对这件事情付出了多少 我们心里清楚 她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你可别在这儿挑拨离间 叔叔 阿姨 您了解您儿子的婚姻生活吗 也是 他不跟你们住在一起 受了什么委屈 心里有什么烦恼 自然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但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秦林跟我说过 您又自从有钱了以后 根本瞧不上他 还总说 一个大男人 总是要让女人当顶梁柱 所以秦林在家里 其实精神压力很大的 秦林还跟我说了 您又不止一次放过狠话 说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那现在不就是 您又最好的时候吗 你们仔细想一想 您又只要在这个案件上 动一点点手脚 那关乎的就是 秦林在里面 关几年的大问题啊 你们这一天不换律师 您又的阴谋就在 一天天地得逞 现在这些东西 是我们能救 清零最后的机会了 我怕错失了这次机会 到头来苦的是清零 后悔的是我们 我追求你了 我们不拥有好事的 我们不拥有什么事的 我们不拥有什么事的 我们不拥有什么事的